本期视频将会对如影SAPP的基本功能进行简单的介绍 打开如影SAPP 点击左上角配置 即可进入电机参数界面 对云台三轴进行参数调整 云台力度过低将会使云台的稳定性能不足 导致云台运动后产生晃动 力度过高可能让云台自机震荡 使画面抖动 强度过高会使云台在运动后发生超调 表现为导致画面不断晃动 强度过低会使云台控制延迟增加 滤波和超前控制建议使用默认数值 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建议自行修改 我们建议用户选择自动校准 因为自动校准已经满足绝大部分场景所需 自动校准功能有三档出力等级 当拍摄时只需要平缓的移动时 可以选择低档位 一般情况下可以选择中档位 当拍摄需要进行剧烈运动 或将云台挂载至拍摄车等载具时 建议选择高档位 选择出力等级后 再启动自动校准 点击Smooth Track来设置如影S对你的动作作出的反应 同时也可以设置开启三个轴的手动方向调节 点击控制设置可对如影S的内置摇杆和虚拟摇杆的响应进行调整 点击控制可设置各轴的死区最大速平滑度以及线位值 点击通道可对三个轴的通道进行映射 以及调整正反方向控制 如使用如影S的摇杆 只有两个通道支持映射 系统设置界面有更多设置可供选择 点击通用可选择卧载模式 切换用户参数配置 也可以让电机休眠和云台回中 点击更多可以恢复出厂设置 需要注意的是 如影S可以保存三种个性化用户配置 如果要切换用户配置并进行设置 只需在配置页面顶部的下拉菜单中 选择即可 这就是如影SAPP介绍的全部内容 想知道如何用手机进行更多创意控制 敬请期待下期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